牧爷你要怎样 要不你来做好吧 我不做了 你来做 没问题 我都不公平 你来做 那可以呢 你来做吗 我认为不可以 行不行 要不录两个版本 你录个版本 我录个版本 生死求职场 不是你死就是我 今天的这期求职 绝对是大型的射死现场 就连一项说一不二的主持人 都要靠霸路威胁 才能勉强镇住场子 老板们更是因为求职者的一个举动 而争吵不休 称人姑娘 纯纯就是敲诈 那么咱们就来看看 今天的求职者 到底有何神奇之处吗 今天的求职者23岁 是河北大学联合大学大四学生 试学传达专业本科学历 今天想谋求一份 有关于实习店长 管培生活 是大客户销售的工作 虽然姑娘的出场就有些不顺 但这丝毫都不影响 她带来的轰动 这边刚做完自我介绍呢 咱们的推荐官牧总 就迫不及待地 曝光了姑娘的另一个身份 就两个字 尴尬 她在区分期也工作 了解区分期的很多内幕 证实了我当初对区分期的判断 是吗 这家公司就是一家屌丝 你说说你说说 这不就尴尬到家了吗 当着前老板的面找下家就算了 偏偏咱们的牧总 还对人罗总充满了火药味 你说你看不惯人罗总就算了 咋还把人姑娘架在火上去了呢 而更尴尬的是 咱们姑娘还没从去分期离职呢 要人当着先老板的面貌内幕 不得不说 牧总可真有你的 而一上来就被点名了罗总 多少有点尴尬 于是赶忙解释 主持疑问才知道 原来姑娘不过是 去分期市场拓展的一个实习生 因此罗总不认识也很正常 接着姑娘就一本正经的 对着罗总介绍自己 以及现在自己所在团队的优势 没啥特别的 反正卡卡就是一顿夸 表示自己现在之所以重新找工作 完全是因为自己想换个城市发展 眼见人姑娘到头来都没说到的点上 咱们的推荐官牧总他坐不住了 说你好歹说说你得我抱在那系列幕啊 这完了 吐槽罗大大吗 这哪 你当初跟我讲说在那工资特别少 是 说实话罗大大确实有点少 对 特别少干活特别累 尴尬 实在是太尴尬了 就说牧总你这是干嘛 你这不纯纯搞事情吗 想必此刻的姑娘已经汗流加倍了吧 但尴尬归尴尬 姑娘还是实诚的表示 工资确实有点低了 还有就是培训的欠缺 而姑娘则希望自己能受到更好的培训 有更好的人来带自己 见此咱们图主持不禁也出言调侃 说这个舞台上当着老板的面找工作的 那真是第一次见 要么说罗总你人员有点差呢 而在主持跟推荐人的调侃之下 此刻的罗总也是骑虎难下 不得不硬的头皮出来回应 那家伙摆着大饼就是一顿卡卡话 人家说想到北京工作 你说有机会自己申请 人家说工资低 你说不跌 等你转正的就高了 见此台上的老板们也不厚道的笑了 说罗总你是一点都不大气啊 你说这么一点老废话 还不如成行给人姑娘道个歉呢 该说不说 罗总今天的这个板凳做的老私挠了 但是没办法 非常的抱歉 所以今天我的员工 来到菲尼莫罗主的舞台上应聘 当我看到了有些去分期来分期 这样的一个字眼的时候 心里面确实蛮不识滋味的 我希望我今天能把你招走 眼见罗总还想召回姑娘 台上的老板们当即展开了热议 说人姑娘现在还没离职呢 你要是真想把人留下 那就直接说长多少的工资 还有一部分则认为 人家姑娘既然都出来求职了 那肯定是不想干了 为了避嫌 罗总应该直接选择弃权 眼见众人争得不可开交 姑娘赶忙站出再次说明 表示自己此次求职可不只是冲着钱来的 要求我也不完全看薪酬 我主要是看我的职业规划是否吻合 谁来带我 我更注重我的这个成长过程 所以说如果今天罗总愿意把我调到总部 愿意亲自带我的话 我愿意跟他走 咋样 你就说人姑娘要求有没有问题吧 毕竟她凡是出来混蛋 谁不想谋求一个更好的前程呢 但显然姑娘的回答 并不能实在做的都满意 老板们认为姑娘纯纯就是一个新鸡女 今天的求职不过是想借着其他11位老板做调板 然后要挟自己的县老板给自己升职加薪 说你这不就是纯纯逗人完 浪费大家的时间吗 你为了涨工资 然后拿我们来做垫背 这算什么呢 他要挽回你 他是心不由衷的 因为在一个大众平台上 他必须要挽回你 这个时候他一定留 那个时候只要你给机会 我就去 那我们就不陪罗敏同事完了呗 都是老江湖了 罗总的那点小心思 早就被沈总看得明明白白的 眼见老板们都各有各的看法 而姑娘又迟迟拿不定主意 咱们的图主持干脆来个一锤定音 来了个看似非常公平的解决办法 那就是除开罗总的其他公司 有优先选择权 在其他老板还在争取姑娘时 咱们的罗总没有参与的权利 无论是姑娘还是罗总 都不能互相交流条件 如果最后没有老板选择姑娘 或者姑娘拒绝了其他老板后 他们才有互相交流的机会 见此罗总却认为 这对人求知者是不公平的 你要给他一次机会 不 你有机会 他谢谢再见了之后 跟你就有机会了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怎么跟你没有关系呢 你按道理来说你是要避嫌的 你不应该出现在这的 你是他的老板 但是你可以留在这 但你没有机会选择 按照道理说 他既然出来找工作 就已经放弃了他了 他如果真的想回去 那他就会在他的内部 身体把你们灭了 再回去 对 眼见自己的体验 并没有得到罗总的认同 台上必不可免的 又要开始争论 姑娘赶忙表示 其实也不用说的这么决绝 毕竟自己有啥能力 自己还没展示呢 见此咱们沈总又发话了 表示姑娘这种摇摆不定的态度 实在是太low 毕竟现场以及电视机前 还有这么多人看着呢 你好歹要有个明确的态度啊 我们所有人都在看着你 见此图主时赶忙转移话题 聊到了姑娘之前的 假撞腺肿瘤这件事 对此姑娘也没隐瞒 表示自己现在已经战胜病魔 但家里的积蓄已经花得差不多了 而且自己的父母都带有残疾 因此自己现在必须赚钱补贴家用 所以他这次求职的底薪 最低也得五千喜 要知道任姑娘可曾在唐山区分期 拿下过签单第二名的成绩 而这仅仅是在实习期间 因此台上还留着灯的五位老板 就开始抢人了 在五位老板开除自己所为的职位与薪资后 姑娘随即灭掉三盏灯 留下了自己比较感兴趣的两位 原以为到这应该就没什么妖王子了吧 可眼见姑娘这么受欢迎 原老板罗总是彻底的慌了 不好意思你不能说话 但是我还是想说一下 你不能说话 说了也会被剪掉 剪掉没关系 没关系 其实他可以把我们把他遭到之后 你再去挖他去 其实他现在在做选择的同事 你是不能发言 我这样说不公平吗 很公平啊 我觉得一个很大的问题 但是这个本质是在于 罗民有没有权利给他发offer 干不尴尬 你就说干不尴尬吧 当然了 对此也有老板发出不同的看法 台上的郝总认为 应该给姑娘一个机会 问问罗总能不能给自己开到一半的公司 哪料这话一出 咱们的图主持是彻底的爆了 这叫什么事 不是不是 因为他是 如果李倩 如果李倩是正式工作 他没法给他看offer 因为他是正式的工作 因为他是实习生 所以他是可以给他发入职的邀请的 该说不说咱们莫总还是会做人的 说的好像前面挑事的人不是他一样 不过挑事归挑事 人说的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毕竟任姑娘也不是去分期的正式员工 人家连正式的劳动合同都没签 怎么就没有竞争的资格了呢 但咱们图主持明显不服 于是就发生了视频开头的一幕 图主持硬生生的靠霸露威胁 才勉强控制场面 我觉得我说的相对算公平 荣民有机会 如果他还想回到老东家 他完全可以谢谢再见我回去 但如果老东家跟县东家 县的老板都在说 你给不给 你给一千万我就去 你不给我就到这两家 那成什么了吗 拍拍会呀 原以为事情到这就算是结束了吧 哪料咱们姑娘是完全看不到火门 硬生生的要往图主持的枪口上撞啊 说自己也想听听自己的县老板 罗总怎么说 看能不能给自己长长工资提提待遇啥的 作为一个实习生 咱觉得任姑娘是没毛病的 毕竟谁不想要更好的待遇呢 但这个想法再次惹弄了主持与老板 你现在不能跟他对话 你要跟他对话请谢谢再见 你就跟他对话 你现在跟他任何的对话 都在讲价的过程 不可以 现在不可以 你现在只能再来这两家选 那是你的老东家 你不可以选 那个李倩 我觉得你现在做这样的选择 或者这样的态度 我觉得我现在放弃 你完全就是在敲诈吧 我放弃 我不要 他这个就是在敲诈 会问你你多少钱 问你这样的员工到我这里去 你还是会这样子做的 我不要这个人 眼见场面都变成这样了 要是姑娘再看不懂局势 那是真不可能了 虽然很期待自己的老东家 能开出满意的条件 但按照这个局势来看 很有可能竹篮打水一场空吗 对此姑娘也是没有犹豫了 当即抛弃老东家 选择了一直支持他的福能集团 薪资6000家 那么你们认为 罗总到底有没有资格 参与这场争夺赛呢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结束了 喜欢的别忘了点个关注哦